神刚区在地一家从事消防设备的研发企业 因为有感于火灾对于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 因此最近捐了一台高效能泡沫灭火装置给台中市消防队 消防局表示 丰元市区多辖小巷弄 这泡沫灭火装置能够装在小型水箱消防车上 更有利于在短时间投入就在工作 在众人见证下 神刚在地企业将眼前这台高效能泡沫灭火装置 捐赠给台中市消防局第一大队丰元分队来使用 由副局长来代表接受 希望让打火救灾更有效率 它的水袋我们平常使用是1.5寸或2.5寸的水袋 它特别研发出1寸的水袋 它在重量上面就已经在减轻很多 然后它的苗子也是自行开发 比一般的苗子也轻很多 消防局指出这套装置使用的是环保泡沫 体积轻步骤简单就能混合泡沫水溶液快速灭火 因此不少消防机关都采用 但由于设备昂贵台中市并未全面普及 因此这次的捐赠具有实质上的帮助 尤其风源相弄多这台泡沫灭火装置 能够装在小型水箱消防车上让灭火更有效率 从1.5英寸到2.5英寸 它每分钟从1吨水到2.5吨的水 我们一分钟只用40升不到的水 它的差异 那再来呢 只有化学泡沫车才能跟我们这一套相比 那化学泡沫车平均大概在1000万到3000万之间 那我们这么小的东西 就是这个一个移动式的 那还有背包式的 还有推车跟摩托车 捐赠的企业表示 公司投入消防器材研发多年 知道火灾对于生命财产的威胁 因此才会想回馈社会 善进企业的公益责任 记者李嘉雷中 差不多